好 我們說中國大陸重返了海權大國呢 尤其在航母這塊真的速度非常快 我們現在看到說呢 中國大陸的國防政策研究員王雲飛老師說 中國大陸會在2035年 這個航空母艦至少會達到六艘 有四艘是核動力的 然後呢 前五角大陸的軍事分析師克里斯也說 這完全符合呢 中國大陸提出的 2049年或者之前要成為全球大國的一個雄心壯志 將軍 對 那我認為這是高密度的航母 高密度 高密度 因為你想想看 從北海艦隊 東海艦隊 到南海艦隊 總共有六艘的話是各兩艘 那在這個海岸線當中就有六艘航母 你看看密度高不高 都聚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認為是高密度航母的 變成一個高密度航母國家 而且整個一出去的話 一出去第一島鏈 它核動力 核動力的航程是五線的 一出去 出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 整個變成大洋 整個的我們講到的 作戰範圍 勢力範圍都整個向東拉 拉到第二島鏈之外了 因為它的核動力 剛才它再搭配到的這個1035 那時候可能1015 慢慢可能就要退休 逆中變成主流 加上攻擊 攻擊11 因為攻擊11也是逆中的無人機 變它中程療機了 中程療機 因為它這個寬度翼展只有各7公尺 就14公尺 2714 14公尺 在航母起降是可以的 那這樣的話它整個的戰力就變強了 而且中國的它的這個水域沒那麼大 放了六艘航空母艦出來的活動的狀況之下 就變成高密度區域 整個海權就伸張了 那換航車整個一出來的時候 那對這些周邊的這些國家來看 就大魚吃小魚 就碾壓式了 來這樣看 那這樣子的話 再加上它的這個空權 不是只是這種 這真的是大洋海軍 南水海軍 就已經成型 就已經全型 如果將來的話 它的戰略終身 不是在大陸的東南沿海 戰略終身已經到第一島鏈出去了 就是它戰略終身 因為它戰略全員 現在在海岸 這個美國有時候抵近 在那邊做偵查 它的戰略終身已經拉到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為什麼 航母在前面打頭陣 你這個六艘 你按照平常來算 最少三艘在做執勤 那三艘一出去之後 到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完美活動 那還得了 那你這個的話 加上它旁邊的整個的作戰打擊群 大概平均有五艘 前後左右加上這個 綜合油彈補級艦 再加上潛艦 你這一個打擊群 在北太平洋 一個打擊群 放在中太平洋 你另外一個打擊群 可能放在印度洋去 對 不然太多打擊群在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 它的整個的海權的勢力範圍 可能從太平洋 拉到印度洋去 對 所以呢這也突顯出 中國大陸走向深藍大海 這個海權國家 即將要成型了 尤其是呢 2035年有六艘航母 那真的不得了 而且呢有四艘是核動力的 那更別說呢 中國大陸在今年呢 其實有專家說 大概今年會造了 大概是二十萬噸的一個軍艦 那有幾個層次 第一個呢 是第一級的戰艦 包括福建艦 今年呢 開春會進行海事 年底也許就服役等等 第四艘的075兩棲攻擊艦 也會在2024年加入海軍的 戰鬥的序列 好那是第一檔次的 那還有包括 第二級的戰艦有什麼呢 另外DL啊 被說呢 已經有五艘以上順利下水 2024年會成為集中服役的高峰級 好另外再來看它上面呢 可以呢 因為它變長了 所以呢它可以呢 停機坪長度變長 可以放得下直20 就提高了空中反潛的能力 好這個呢 五艘加起來 一個一艘是7000多噸嘛 那加起來 這樣全部加起來 已經來到15.5萬噸了 另外更別說呢 054B去年下水兩艘 噸位比054A呢 多了2000噸 那意思有更強的作戰跟續航能力 那更別說還有多少呢 還有055大區啦 那更別說096跟095呢 也被說會下水 然後那這樣全部加起來 其實就已經來到了20萬噸 20萬噸的話 中國大陸目前的海軍的噸位數是250萬噸 那立刻拉到270萬噸 不得了 因為就是我們講到的 就是噸位就是代表它的戰力 坦克也是一樣 40噸的坦克跟60公噸的坦克 60公噸的坦克當然戰力強大 它的載彈量還有它的鋼板的厚度 都是按照這個來看嘛 今天萬噸7路艦它的垂發系統 112也是一樣嘛 對112套 它載彈量夠啊 它不是光只是112垂發系統 也包括它的這個我們講水下 反潛裝備也在裡面了 就在這個 那今天我們來看就是說 這個航空母艦的這個8萬多噸 你的福建8萬多噸 8萬5千噸 如果滿載差不多8萬5千噸 再加上075的第4艘 095的4萬5千噸 加起來12萬噸 這個可以算得出來 那075的作戰隊 它將來這個作戰艦 4艘完畢之後 每一艘可以載30架的攻擊 武裝直升機 你如果4艘的話 你可以載120架 將來對突擊登陸作戰 這個立體 這個垂直上路立體作戰 所以來講是登島作戰 是非常管用的 所以我認為 那真的是奪到力氣了 這是奪到的一個非常力 因為它變成立體作戰 不是只是海上的一個運輸工具 因為它上面載的是 武裝攻擊直升機 那我們現在來看的就是說 它現在就是說 比較大的這個動物 動物兩DL 它就是後面的甲板加長 可以停這個 120 120它前面可以停兩架 為什麼 它有一架放在機庫 一架放在外面 你看它前面那個是機庫 那不是什麼的 那個前面突出來是機庫 機庫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把它放進去之後 然後封起來 外面再停一下 這個叫120 那120它反檢的能力大增 你看所以它後面拉長 就突破7000噸級的了 所以7000噸你看看的話 它做了幾艘 它已經做了兩艘 兩艘 又加兩艘四艘 四艘的話 你乘七的話 就是又變成三萬噸了 因為7500 乘以4就是三萬嘛 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講的 核攻擊潛艦 洞96跟洞95 一萬多噸的 那相當大型 我們一來講 3000噸的這個水下的潛艦 就已經很大了 是這樣子 我們做的那個海公號 也只不過2800噸而已 它就10500公噸 是大型的 而且它是核動力 核動力又沒有航程的限制 那頓位又高 那這樣子換句話說 要潛在下面 那這樣子的話 對在海權上面 那會造成 對周邊的這些國家 造成一種威責 對美國也是威責 因為它可以放巨浪3 因為你放到哪裡去 對 變成 它可以做眼神打擊 到跑那裡去 一單島鏈去了 做個突擊 戰略突擊 你跑潛在什麼地方 另外一個 是也跑到印度洋去了 都很難去做 因為它已經沒有加油的限制了 我不要去加油 我只要帶我 足夠的糧草就夠了 對 這樣子 換句話說它這個 我認為還有水下的戰力 不要去小叙 另外一個就講到的 萬噸大區動物 那萬噸大區 它一出來的時候 蒙銅巨艦 那這個巨艦打擊力很強 那變成 非常治海的力氣 對 所以我們看中共 在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自空跟自海 那空的話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其實是自空的 因為它上面載的 這些艦載機 都是啊 那現在萬噸大區自海 所以它有搭配 自海交給萬噸大區 然後自空 自空我交給這些航母 有自空有自海 不要忘了 我還有一個輔助力氣 兩手 一個是空中的導彈 怎麼做一個 護衛做一個前置攻擊 另外一個 水下的潛艦 就變成四面 就變成 四維作戰 四維作戰 除了水面 空中太空 也包括水下 四維作戰 所以我們看 中共它的整個 這個戰略發展 跟它的戰略佈局 是多管並進 對 我不是我只在自空上面 我水 我就比較輕忽了 所以這個水面作戰 也不要忘了 航空母艦跟水面 水面作戰 跟航空母艦完畢之後 不要忘了還有水下的潛艦 對啊 所以這樣 中共目前的潛艦 加起來總共71艘 已經 在數量上 略勝美國一點點 因為美國大概69艘 對 它已經到71艘 所以在數量上 而且 慢慢走向 核動力 核動力 這是它的趨勢 對 就是095跟096的這一塊 那另外再來看到說 將軍講了 這些東西都是大殺氣 所以呢 對周邊的國家 你也好好思考一下 怎麼跟中國大陸好好相處 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跟菲律賓不斷在南海挑釋 譬如說呢 菲律賓說2月15號啊 因為漁業啊 水產資源局 這些船隻 中國大陸指控 非法侵入到黃岩島這個區域去了 你怎麼又來了呢 其實2月2號到9號的時候 菲律賓海警多次呢 也來到了黃岩島零件的海域 大陸海警的發言人就說 中國大陸對黃岩島有 無可爭辯的主權 而且要亮劍 更別說呢 說到了黃岩島 菲律賓你曾經強行霸戰了15年 是中國大陸強力把它 給奪回來了 在2012年 成功奪取了控制權 你怎麼可以侵佔中國的領土呢 1935年的時候 中國地圖當中 就已經有黃岩島了 開羅宣言跟波斯坦公告 都說接收南海諸島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去把它 接收起來的 所以美國你當年也同意啊 結果1947年的時候 也明確標示為中國領土 1985年 1958年正式 命名為黃岩島 好那這是黃岩島的部分 結果美國呢 你看大年30 我們再過春節 結果美飛竟然在南海的東部呢 舉行了第三次聯巡 這是2023年11月以來 美飛第三次的聯合行動 平均每個月就一次 就南部戰區當天就亮劍了 所以我們維持高度的戒備 堅決捍衛主權 其實張俊社老師說 真的你啊 常常會在過年的時候呢 來刺探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是不會放鬆 不會放鬆戒備的 對 中國大陸它這個 戶土的原則上是 原則上是寸土不讓 那個菲律賓一下在仁愛礁 一下到黃岩島 一下把重點又移到黃岩島 然後剛好溜溜 用春節的時候 來個聯合巡航 對啊 那菲律賓最好它拿了兩艘 的日本的大型的 我們叫做巡邏艦 那巡邏艦兩千噸級 算是菲律賓的 王白 把它派出來去那邊 這邊做執法 但是問題是 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盾位更大 你才兩千噸 中國大陸三千噸 還不要講萬噸 三千噸還不是最強的 不要講萬噸 海警船還有那五千噸級 還有九千噸級的 我們不要去講這些 那更多了 所以我認為 中國大陸它有地緣優勢 自從它把那三個島 弄出來 填礁造島 包含我們叫做美濟島 現在美濟島 永蜀島 都不得了 還有一個主壁 主壁島 以前叫礁 主壁礁 永主礁 美礁 變成島了 出來之後 中國大陸就有地理之別 為什麼這三個島 都有機場 都有機場 另外一個距離仁愛礁 非常近 距離中沙區島的黃岩島 也近了 是這個樣子 然後中共的海警船 直接就從 我們講到 從那個 我們講到的 美濟島 直接就過去直發 對 美濟島有 跑道 還有港 都有 沒問題 這三個島沒有成型的時候 對中共來講 是 中共遠 菲律賓近 這三個島成型的時候 對 中共來講 菲律賓遠 因為它的巴拉旺島 距離 還是沒有美濟島距離的近 就變成這個狀況 而且 美濟島 它上面有港口 深水港口 4000噸級以上 沒有問題 然後又有機場 現在機場直接過去了 對 02快艇也在那邊 它突然利用那個除夕 大年30 做了在那個 黃岩島 在美濟島 對 在黃岩島 想要去深室 但是 中共馬上就派了 這個 海警船 南部戰區 對 南部戰區 南部戰區 提高戒備 因為有時候 就是利用 所以為什麼會有 這些 春節假期要提高戒備 對 就跟我們所講到的 孰罪日戰爭 還有這次 以巴衝突 對 或是以色列跟哈馬斯 哈馬斯的衝突 就是利用 11月6號 11月6號 是 孰罪日 對 11月7號就發動 這個孰罪日戰爭 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春節假期前 菲律賓有 有到這個 黃岩島來鬧事 但是問題是 解放軍在這一方面 寸阻不讓 表現得更為強烈 對啊 那它這個頻率我想 大概每一到兩個月 會來一次 那一次的時候 也許它會聲東即西 在黃岩島稍微 在那邊去做一個 這個執法的 或是這方面的 這個巡邏 但是它問題是放到 是不是放到仁愛礁 在利用這個時候 中共分析到 把這個分心 到整個的黃岩島之後 它在偷偷的 在對仁愛礁做 海上運捕 為它的馬德雷商號的 這個 過船 過船 過船在那邊 做一個食物 還有一些 我們講的醫療設備 對 還有它的這個 填補的設備 來這邊做運補 有可能 它這樣子牽在那邊 然後這邊偷偷運補 空中或海上 對 所以呢菲律賓 你不要以為說 中國人在過節的時候 你就可以呢 來喔 來看到 跟美國一起呢 在南海的東部 進行了演習 中國大陸 南部戰區也亮劍了 那其實呢 美國常常真的 在春節的時候 真的想要來挑釋 2019年春節的時候 兩艘的美軍艦艇 就闖入到美濟礁的 十二海里類 當時大陸國防部就說 你真的不要做這種小動作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捍衛領土呢 是我自己的 我是不會讓 但是呢 我也沒有說要去侵略其他的領土 所以呢 美國跟菲律賓 在南海有多大優勢呢 值得上去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解控 Food feel good 呢 身體健康